那張英俊老師也要來告訴大家 清明掃墓的時候 哪些禁忌是我們一定不能觸犯的 對 我現在 我們除了這些禁忌以外 我來說一個 就是之前我也是去那個 靈谷塔的時候 我就看到人家在祭拜的時候 他們在祭拜祖先 因為靈谷塔通常祭拜祖先 不是在那個塔的那個地方拜 他是一定會到大廳來拜 就是把他跟他 就是去那邊跟他講 那在大廳這邊拜 然後我在看他們拜的時候 有一個很奇怪的行為 就是他們拜拜 他就是每節才都給他擦香 記得擦香在幹什麼 就是我們在普渡有沒有 幾月在普渡在普的時候才在擦香 記得那個我們清明節拜姑媽 都沒有在擦香 如果說你拜姑媽 就是有一個爐 前面的爐擦三張香 那不能這樣子每個擦 每個自己的食物擦一炷香 那個是普渡 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你就所有的這些人都會來吃 到了靈谷塔 你準備的只有那一點點東西 你又每個都給他擦香 到時候你會不夠吃 會找你自己的麻煩 就是我只有四菜一湯 然後到處說來我家吃飯 來我家吃飯 來我家吃飯 結果買了很多人 只有四菜 我們自己的祖先也不夠吃 對 所以如果說你到靈谷塔去拜祖先 不管是唱不懂也好幹嘛 或是說有時候你去做筍 種什麼花去到那邊去拜 記得一定要擦在 他前面一定會 他會去拿一個爐來 拜你的祖先就擦那裡 不能每一柱 每個菜都擦一柱香 類似普渡用 是派錯了這樣子就不好了 好 那我們再來說 掃墓的時候記得一定要 錄石開始 到早5點開始 5點到7點就要錄石 一定可以從5點開始就出去了 因為5點之前叫那個 飲食 飲食他太早了 3到5點太早了 因為那個時候在頭還沒降 祖先還沒起床 假還沒叫 那所以我們就是說 5點到7點 5點在頭已經出來 就是我們講太陽已經升起來了 5點開始 一定要拜到什麼時候 立露心 生死就下午的3到5點 不能到5點還在拜 你還在山上拜的話 這樣子就不行 是 記得 你掃墓的時間只有早上 5點開始到下午的5點之前 儘量再生死就不要拜了 就是說拜到生死為止 儘量不要過生 要立露心就不要過生 通常就是3點就算 就完了 你不要到那個時候 因為第一點太晚了 你下山也危險 再來那個時候 你還在山上 真的對你來講也不好 所以說掃墓記得這個時間 還有目的不要拍照 因為拍照其實我們都知道 它有一個色線 如果那個光線 我們看不到的那道光 剛好去拍攝到祖先 因為通常你在拍的時候 祖先一點要閃 或是一些我們講一些別人的祖先 他也要閃 萬一不小心 你就要他們你要拍照 他們就要閃來閃去 閃你那道光 這樣子也很不禮貌 再來萬一不小心 你就拍到他們 也不怕 嚇到自己 對的 就是說我們盡量不要到墓地裡面 去拍照留念 萬一 萬一你會要拍照 因為我這個墓碑 我要拍下來幹什麼 或是有要請教誰 我可能要拍我這個墓碑 拍之前一定要先 因為你沒有箱沒關係 你一定要拜拜 先跟他講 請土地公告知 我們的祖先 我現在要拍照 那你要等一下下 不要一說馬上就拍 差不多等個幾分鐘 他們都已經閃開了 你再來拍 不是完全不能拍 可以但是一定要告知 跟土地公說 土地公說 土地公去跟你的祖先說 我就說跟你瞧瞧 除了你的祖先 你可以說別人的祖先 也要土地公盡 我們現在平常拍照 有人就會說 我有肖像學的 你不要給我亂拍 也是啊 有的祖先也會這樣子 對不對 我想說跟祖先來個自拍之類的 對 那還有就是說 不要在那山上嬉戒 還有就是怒罵 在那上面山上 山頭在那裡 完家裡就坐 這個就不行 當然畫家常是沒有關係 但是不要論祖先的 非裔 他們的以前的事情 不要說我們那個祖先就是 娶三個母娶兩個母 這些事情 這都不能論 因為有時候你說 可能我說的是祖先的好事 那可能他就會掛愛 對 我以前做很多好事 或是你論祖先的不好的事情 那就是等於是在 好像是在瀉鬥祖先 這樣子都不是很理想的 再來就是不要到處便利 大家都知道 還有再來就是孕婦 孕婦當然 它的平衡感會比較不好 因為你前面有個肚子嘛 所以你的平衡感不好 當然你走山路就比較危險 所以我們就不建議應付到了山上去 那如果說是零骨塔 比較沒關係 但是我們也建議 因為胎有胎神 所以你就是在裡面 衣服裡面 用一條紅色線給你拔一下 就是讓你的胎神 比較受到保護一下 對 再來就是 如果說你到零骨塔去拜拜 記得不要隨便叫阿公阿嬤 或是說叫爸爸 一定要記得 稱謂的後面要加名字 這個大家都知道 那再來就是 有時候你可能背個大背包 或什麼 那你走路的時候也不小心 那個零骨塔都爬爬 那個那條路 你可能你那個背包 就一直這樣拿到人家 這樣子就不好 這樣子下來可能對人家就不好 所以說我們記得不要去碰到別人的好味 這個就是比較重要 跟剛剛協委講的那個 小朋友在那邊玩也是那個同樣的意思 那因為是小朋友 有時候跟他道歉一下 這樣子就沒事了